我們主要就是在匯聚R這個軟體的使用者 那R這個軟體它是一個統計的軟體 然後它在金融分析上是它非常強的一個強項 然後我們有我們的Midup的網站 然後也有YouTube的那個的那個channel 然後我們每次聚會的錄影都會放在上面 包括剛剛的Warm-up Session 所以你如果不會安裝的話 你也可以重看那個Warm-up Session的錄影 然後下面有一些我們之前的錄影 那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我現在要開始錄這個Session的功能 讓我看一下那個HandOut錄影 我們每次都會有HandOut轉播這樣子 然後所以如果就是沒辦法到現場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家裡就是用HandOut連進來這樣子 那應該就會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它錄影是錄底下這一塊啦 那等一下當然不會錄我這樣 因為我沒什麼好錄 然後呢就是我會先選那個 就是選到它要錄的視窗 應該是這兩個視窗啦 那我一開始應該是先講這個視窗 那我就選過來看它就會錄這個視窗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的所有操作就會 也會順便再錄起來 那以免網路轉線 所以我們也有現場設計在錄這樣子 那原則上每次都會有兩個影片 好那我們就開始錄影 好然後我們聚會就9秒後開始 然後我們要打一點 然後這樣再打開一點 好那今天來人蠻多人的 那我簡單調查一下 就是有真實玩過金融商品 就是拿錢下去玩過的 所以請不要 沒有玩過請舉手一下 讓我們知道有誰要玩過的 沒有 就是沒有進場買過股票 一起過選擇權或是那個 好謝謝 好那我今天要介紹的 那個套件啊 就像我在那個 那個 邀請函裡面說的一樣 就是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匡碼的這個套件 這樣子 然後呢 它其實就是 它在R裡面一個非常強的套件 但其實我今天 呃 我最後想要介紹的不是它 這樣子 我想要介紹一個叫做 匡碼的套件 那 那有玩過 就是如果有對程式交易 有稍微熟悉一點的話 我們都會知道就是 它有很多的 那個 套件 有很多的軟體 可以幫助我們做 回測的動作 因為我們在交易之前 我們會先測試一下 我們交易邏輯 比方說什麼時候進場 什麼時候出場 那這樣進場跟出場的邏輯 它在整個歷史資料上 它的performance 怎樣 然後穩不穩定 會幫我們賺多少錢 這是我們要測試的東西 然後呢 那就會有很多廠商 它寫很多就是套件 能夠幫我們測試這些東西 那比方說 最有名的像TrackStation 像Martichar 還有外匯 外匯很多人在用NT4 就是MetaTrader 這個系統 那這些都是 就是在線型 就是做 回測 或程式交易工作 非常常用的 幾個主流的軟體這樣子 然後呢 那 我先 demo一個 就是R裡面 也可以做到 就是跟這些軟體做 很類似功能的 一個套件軟體這樣子 然後它叫做QuantStrate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它的套件名稱叫QuantStrate 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的demo是 那 我的demo呢 就是Follow 就是我那個 我之前在 在那個介紹信裡面啊 我寫到就是說 就是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blog 然後它上面就是 有一些 QuantStrate的 那個demo這樣子 然後呢 我會Follow就是 它的 它的 那個Sample Code 然後 因為 QuantStrate它這個套件 它是被 架上去的 所以 它裡面的Sample Code 很多指令都是 QuantMark的指令 然後再加上去 其實 你如果對QuantMark很熟悉的話 你是有能力自己寫一套 那我現在demo 為什麼先demo QuantStrate 我只是先證明 這個軟體裡面 確實有一個套件 它可以完全取代 TradeStation 跟MultiTrump 還有Mepo 就是它可以做出 一樣的功能 然後呢 那我就來demo一下 那個 那個叫做 QuantStrate 你看它的名字叫 QuantStrate 然後呢 那剛剛有介紹過 怎麼安裝的嘛 所以其實 安裝QuantStrate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這樣子 因為它的套件不在 Quant上面 所以你要用 Source Code進來安裝 所以呢 我們之後的Warmarm 可以講一個Warmarm 怎麼安裝QuantStrate 但是QuantMark 可能很好安裝 那當然 安裝完之後 你就引入QuantStrate 你看它的 Dependency 套件那麼多 TTR是專門做 技術分析的 Rotter是它的前身 也是做 BagCity 就是跟 MultiTrump Translation 很像的軟體 然後這邊有一些 就是 你看它有Depend on QuantStrate 然後接下來 它的邏輯是這樣 你先定義一個指標 那它定義了一個叫做 CUD的指標 然後它所使用到 是一個叫做 ROC的 ROC的指標 叫做 Rate of Change 那它是 它是在那個 TTR底下的 TTR套件裡面 有一個叫做 Rate of Change 的東西 這樣子 那在R裡面呢 你看到所有的函數 就是你都可以 直接敲函數名稱 就看到它的定義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它那個函數的定義 這樣 你敲入函數名稱 你就看到定義 它進來之後 它是怎麼算的 那個Rate of Change 它怎麼算 它先算Lag 然後相處 就是它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定義 這樣子 然後呢 它定義完這個指標呢 就是用Rate of Change 然後再做Local Sound Rone Sound就是Local Sound 就是我今天 有可能 我今天可能 就是 有一個 那個喔 還是拿張圖 圖來講 這樣比較 比較 比較會懂 因為圖有真相 大家看圖 可能比較容易懂 這樣子 然後就 那個 拿一張圖來講 就是Gate Simple 是拿到那個 資料的東西 然後它 我剛剛下Gate Simple TWRI 就是拿到台股加選指數 這樣子 那它就會拿到台股 加選指數 這樣子 然後呢 那Charge Series 是這個套件裡面 用來畫這個指令 這樣子 然後一畫出來 它就畫出來 這樣子 好 那 剛剛的CUD 它是 它是先算出一個CUD 然後再做Local Sound 就是它可以用一個指令 叫Rone Sound 就可以做Local Sound 就是你先算一個CUD 的東西 然後它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 那個 Rate of Change 然後它就會在上面加上那個Rate of Change 就是它先算出那個Rate of Change 出來 那 那 什麼是Rate of Change呢 它其實就是 你那個變動的多少 到底是向上變動還是向下變動 這樣子 Rate of Change Local的Change 然後它在對Rate of Change做一個Local Sound 比如說A一個小區間加總 這樣子 然後它如果加總到一個 就是區間裡面有很多向上的 變動化 那現在把那個Local區間可能就是很強勢 這樣子 然後它可能會進場做的 會這樣 就是它用這個東西叫做CUD 然後當作它的 就是 那個 Background Signal 來做這樣子 對 那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CUD這樣子 好 那CUD定義完之後 它就定義了Signal 但是Signal你還不能交易 你還要定義 邏輯 這樣子 Strategy這樣子 就是在匡Straight這個套件裡面 它有 有Signal 有Strategy 然後有TradingRules 就是它有三層這樣子 有Signal 有Strategy 有TradingRules 這樣子 就是 在這裡 你可以從這份 從影片看得出來 就是說 它原則是這樣子 它是 你先找到那個 indicator 然後轉到indicator之後呢 它就會用indicator 定義Signal 那Signal 通常你就會定義Lews 然後Lews 你就可以 可以開始做交易 你就開始做回測跟模擬 這是 是那個 Constrate這個套件的 就是你的設定結構 所以它剛剛 就是先用了兩個指定 就是 Rate of Change 跟Long Sound這樣子 這兩個指令呢 它就 你看 都一頭Change 跟Long Sound 然後它就定義了它的 它的那個 最底下Signal 然後它接下來要定義 就是Strategy 這樣子 然後Strategy 它就用它剛剛 用過的CUD 這樣拿進來 就是定Strategy 然後它怎麼定呢 就是如果 CUD是大於0的話 那它有做什麼動作 這樣子 它其實是塞一個Switchhole 就是它Switchhole就是0 這樣子 它就用SetSwitchhole的方法 去塞 然後再來就是小於0這樣子 然後有了兩個Sevenal之後呢 你就可以定義入OS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怎麼去定義入OS 這樣子 然後它還可以設定那個Currency 就是你的交易的匯率 是要用USD還是用什麼 這樣子 然後設定完之後 然後它拿的是這個 這個指標這樣子 那你如果不知道它是什麼的話 因為它 預設是從Yahoo Finance 去抓資料的 所以你只要去上Yahoo Finance 找這個Symbol 你就會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是 它的交易標的 是誰 這樣子 然後它有加上那個指數 所以其實 你就找 這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 SMP500指數 這樣子 就是 這個 這個代碼是 SMP500指數 就像我剛剛敲TWII 是 台灣價權指數一樣 所以它現在就在 那個SMP500指數上面 做回測 這樣子 就是說 那 在礦碼的裡面 有一個很方便的套件 叫 Pool Hickley 那我們現在拿到 就已經拿到 那個 GSPC了 因為你用Gate Symbols 它就會去Yahoo Finance 把SMP500指數的 的 那個 東西都拿回來 那比方說 我弄 弄給大家看 它就會存在 就是 它Output 這個 GSPC裡面 它就存在這個名稱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你看 它就拿回來了 它有 然後還有 就是 SMP500指數的 日線交易 就被你拿回來了 那 它有 Too Weekly 可以幫助你 就是 把它變成 那個 周線 就是 它瞬間就會變成 周線 那因為它的 交易率很長 你看 它從1950年開始 撈回來這樣子 所以 我用Head讓它顯示前 前六周的資料 就是 它就把剛剛的日線 就變成周線了這樣子 那它這個就是 它在周線上做測試 這樣 要不然資料太多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到這邊為止 基本上 你的交易邏輯 就在上面 就是 其實到這邊為止 如果是設定完 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就是你的交易邏輯結束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邏輯 用在不同的標的上做測試 那它下面就是 設定匯率跟 SMP500 抓回來之後 它就是決定它在 SMP500周線上做測試 這樣子 然後它就設定 就是開始時間 還有開始金額 就是你開始的總金額 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你使用的 那個策略 策略是哪一個 它就是SMP這樣子 然後 它就開始跑了 就 欸 看一下 我從弄子 弄到剛剛這裡 我在家裡測試是沒問題的 然後 它要去刪掉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有測過東西啊 所以就是 它有東西留著 所以我要把 之前測試的東西刪掉 然後刪掉以後再重測一次 它才會 就是 它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這樣子它就可以設定 這樣子它就可以設定 好 痾 現在就是 它可能有點問題 好 那我先不要解那個bug好了 然後呢 就是說 它測試完之後呢 你按著它的程式執行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就是它可以畫出一張圖 這樣子 像這樣的圖 然後呢 就是這邊就是你每個進場點跟出場點 然後這個是 就是 你看 這邊是你持有部位 這樣子 它最後做完之後呢 就是你持有部位是零 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邊突然進場一次 然後紅色這邊出場一次 然後這邊就是進場出場 進場出場 進場出場 然後它全部測完之後 然後還有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總金額的那個變化 這樣子 然後進場次數 這樣子 然後 就會全部通測出來給你 這樣子 你就會有一個類似 就是三萬五一的東西 那就可以 可以做出來這樣子 那 基本上 這個套件呢 是 可以那個 取代那個 TrayStation 等一下喔 我 從開一次啦 這樣就會好了 因為應該是有一些東西 就是 就是 它被 那個 就是 我在家裡有做實驗 所以它寫在 寫在底下沒有被洗掉 這樣子 那從開一次啦 你看它就開始做測試 然後測試測試 就是 什麼時候買進什麼時候賣出 這樣子 對 基本上 這樣 然後測試完之後 你會連測試結論型 就是 就拿到 然後你可以畫出這樣子 對 它就很像 就是 你用TrayStation 或MatiChart的測試 比較多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那 Demo這個只是 只是證明說 就是說 裡面確實有套件 就是它可以 就是能做到跟 就是這群MatiChart 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當然就是你要寫 學會寫它的口 對啊 就是剛剛那張圖 這樣子 對 然後在那個 同一個 同一個Blog 它有一系列 然後那邊有 不知道 12345 這樣子 然後在它的第二篇 裡面 就是不知道 2 裡面 它第二篇裡面 它就有說 就是說 欸 那它剛剛那個 其實交易次數很多 那它可不可以交易少一點 某種意義上 有點像 就是持單持久一點 這樣子 然後 像這邊就有一個長波段 這邊買進 然後 這邊才賣出這樣子 對 那它就會去修正它的那個 Signal跟Rules 然後它就可以把它修正成 變成持單持的比較久一點 那就是 那張圖可能比較小 所以就是 可以畫一張大一點的 我覺得照它的code 就是重新跑一次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一張 稍微大張一點的 的圖 這樣子 對 然後 一個 建築問題 好 那就算了 對 然後 好 那就是 大概是這樣 對 那 這個是 這是我對 Constrate的介紹 那原則上 它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因為我們今天不會講它 因為它的語法 稍微太困難了一點 因為沒有 框化的基礎呢 我們看 直接看 Constrate 其實是很容易看不懂的 所以呢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其實就是 是框化的這個套件 不是 Constrate 這樣子 那 看來大家 就是看demo 看到 帥帥著 那我們就中間 穿插一點點交易的東西 來講 好 那 我今天 除了要介紹 就是 QuantMod的這個套件以外呢 就是 它是 QuantStrate的背景 所以你一定要會它 你才有可能會 QuantStrate 然後呢 我還會再介紹一點點 那個交易策略 這樣子 那我希望是可以直接 用QuantMod 建一個交易策略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就是 不依靠QuantStrate 直接建 這樣子 對 好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一下 交易策略要怎麼建 那交易的違法則呢 就是 低買高賣這樣子 就是 這是賺錢的違法則 你反過來就是 輸錢的違法則 你只要高買低買就是 輸錢這樣子 那如果 如果行情往上的話 當然先買再買 如果行情往下的話 就先買再買這樣子 那 什麼是高什麼是低 那 大家有做過的 大家就是 自己應該知道就是 就是高什麼是低 那大概市場上存在兩種 兩種典型的 推德 一種是做 Train Following 一種是做 Mine Reversion Train Following 就是 你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 它往上走你就往上買 這樣子 然後Mine Reversion 就是它往 往 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會看一張圖 就是 不用做 像這樣子 比方說 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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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它如果在那邊 做Train Following 的話也會覺得 這邊漲了一段了 它應該要往上 所以它在這邊會買進 但是做Mine Reversion 的時候 它會覺得 它離平均值很遠了 它應該要回來了 所以它在這邊會放空 就是它兩個電信的 Trader 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對 然後 那 就是 那他們的那個 反應也會不太一樣 通常 Train Borrowers的勝率 比較低 可是它一段都很大段 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一段 補很多段虧損 這樣子 那Mine Reversion 通常勝率會比較高 但是它每一段都很小段 所以它要避免 一段很大段的虧損出現 這樣子 對 就是Mine Reversion 的操作者 然後 什麼是高什麼是低 怎麼預測 這種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樣子 那大家見能見知 每個人其實 都有自己的 一些想法跟看法 那對市場分析跟拆解 這個 這其實有一些東西 可以用Machine Learning的 手法下去做 這樣子 那 之後有時間 我也會Demo給大家看 然後順便廣告一下 是在之後 每個月 我們 MODM Mountain 應該都會有一週 是專門講交易的議題這樣子 對 然後也會有請 那個 菲利普 他有建很多 就是訊號機器人的 上次講那個 那個 寶拍物的資料的那一位 他也會來就是 繼續幫我們介紹一些 他建置交易機器人的 的心得 對 還有就是 如何去call那些 一些API的 的過程 的寫作這樣子 對 然後 之後可能每個月都會有一週這樣子 對 那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對 然後呢 那個 那我們也可以來討論這個東西 那這個 這個其實會後也可以討論 對 那這個就 不要為難我 然後呢 那 我覺得預測跟交易 其實 有很多人都誤以為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多人都誤以為 預測跟交易 操作是同一件事 其實不一樣 就是 因為你拆的準不一定會賺錢 但是拆的不準不一定會輸錢 這樣子 因為交易其實比預測再多了一點點東西 這樣子 對 就是預測可能只是預測轉度 這樣子 但是 它不一定就是 跟你最後的 賺錢跟賠錢 就是不一定會有直接的相關 這樣子 就是 就像你在賭博嘛 你如果說那個 123456點 這樣子 那每一點的賠率是6倍 這樣子 對 那你如果勝率是50%的話 那你不是學報這樣子 因為你每次輸就只輸 那個一點點 那你贏一次就是6倍 你懂什麼 對 你贏一次可以輸64 那你剩下50% 那你是不是做越多事 贏越多錢這樣子 對 那理論上就是 那個我稱之為WL Ratio 就是你贏的平均 對不起 你贏的平均數 除以輸的平均數 就是你每次輸 假設我每次都壓100塊 那我平均每次就是輸100 因為就 就賭1到6點嘛 就會吃光了這樣子 對 那我每次贏都贏多少 6倍就是6塊 所以WL Ratio就是6這樣子 那你的勝率只要大於 就是7分之1 你就會贏錢 on average就會贏錢 所以你勝率如果是50%的話 就趕快多壓一點 有多少錢壓多少錢這樣子 當然你要 你要避免破產風險 這樣不能全壓這樣子 對 其實 這個其實跟賭博一模一樣 就是那個 就是你在賭博的所有用的技巧 都可以用在這上面 對 然後其實 那個 玩這種東西啊 有兩套哲學 一套是 就是財經系跟金融系的哲學 他們就是 就是要算那種很複雜的隨機過程啊 跟什麼阿法 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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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些風險變數啊 之類的 那那些我也玩過也算過 但是我覺得那個沒什麼用 那有另外一個數學家就是 他也滿有名的 叫Sharnone這樣子 然後Sharnone呢 就是他就是用賭徒的哲學 然後在闖浪股市 他也賺很多錢這樣子 對 然後應該很少你知道 小夢有去賭21點 然後有賺過很多錢這樣子 然後也在 也在主事中賺很多錢這樣子 對 那其實 其實是真的有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查他的故事這樣子 然後他還有一個好朋友 叫Edouard Soak這樣子 還有艾德娃鎖虎這樣子 他就是那個 決勝21點電影的那個 MIT教授的原型人物這樣子 對 就是他也是用那種 就是賭博的模型下去 做股票跟做21點這樣子 對 所以他為什麼要算點 就是他要提高他的勝利 這樣子 因為他的WL Ratio 決定啊 你的WL Ratio 就是你的Blackjack的時候 是贏多少錢 跟你每次下最小 最小的那個 壓住的時候 是輸多少錢 就是你就已經決定你的WL Ratio 然後再來就是提高勝利的問題 對 所以建造一個策略大概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風險吸取 這樣子 而不是那些什麼 我認為是這樣子 那你一個策略 就是 再來就是 我們有說就是他有幾個層級 有那種 訊號層級跟 策略層級跟 資金層級 那這些係數都是 資金層級的問題 就是會不會破產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再下來 會有策略層級跟 訊號層級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 最底層的訊號層級開始講 就是 訊號大概有分成兩種訊號 一種是進場訊號 然後一種是出場訊號 然後進場訊號又可以分成 就是主進場訊號跟律王 然後出場訊號呢 大概又可以分成停損跟停利 就是停損訊號跟停利訊號 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在每一個裡面都有 都有那個 停損跟停利訊號 比方說 我輸到多少錢之後 就補助我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停損訊號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那當然最最底下的 你每個策略的 就是會有 會有這些訊號 這樣子 這是 對交易的簡單介紹 好 那我們回到 回到 quamard 就是 我今天有申請要延長 就是我要講40分鐘 這樣子 要不然原則上 我們應該是每一場延長 是20分鐘 這樣子 好 那我講一些歷史 就是 我個人的歷史 這樣子 我以前呢 是Python的愛用者 真的很愛用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什麼東西都想用Python寫 然後呢 終於呢 我寫到那個股票 那時候回測選擇權的 策略時候呢 我 然後 我決定要用Python 把圖畫出來看一下 然後 我就用Python 很有名的畫圖文章 叫做 mainparalign 然後呢 我打開它的K線圖的exemple 你就發現 這個圖簡直就是難看到爆 這樣子 就是我畫這個圖這樣子 就畫過來真的 還蠻難看的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我就覺得 這樣子畫起來就是沒有Fu的 連分析都不想分析它 這樣子 所以呢 那時候就 因為我剛好那時候在中研院當助理 就是我 有一個博士後的同事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很愛用R這樣子 因為他是台上農藝所畢業的 就是什麼東西都用R系這樣子 然後我就查一下R裡面 就發現 欸 框馬的 居然有這種東西這樣子